Lio聊四季 甜甜多更新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孟加拉對上塔來的對決 這場比賽比較特別 那特別的地方是兩個文明的寶兵 算是比較少會預見的 孟加拉大家應該都知道是戰車 可以切換進攻跟遠程的傷害 那馬來的話算是蟑螂海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馬來的蟑螂海已經被CC取代了 蟑螂CC真的是又硬又痛吧 然後就是很難殺喔 所以就變成為小強 但以前其實沒有CC的時候 馬來的寶兵才叫做小強的 所以有點老人講古時間 最近才聽到馬來這個寶兵 大家好像只會叫到雙刀了 不是叫到小強 有點稍微難習慣一點 好沒有關係 那我們來看一下孟加拉 紅色是孟加拉 那孟加拉的圖看起來目前是還不錯的 精英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邊也算是好圍 那右邊的話很多木頭 這兩塊木都蠻厚的 然後石頭在右邊還可以 哇而且他的果影 這算是偏後方的地方喔 雖然前面家裡是一個開闊平原 但沒有問題 因為這樣子其實還行 基本上只要把後面這裡圍起來 那這邊只要拉條線防守 用TC連防 就沒問題了 問題不大 算是不錯喔 我覺得也有60分喔 這張這個圖 算是好手的圖 有合格 好那來看一下 馬來 那馬來的圖 就相對的有點尷尬了喔 他的果是在左邊 哇很難受 但金 算偏下面還可以啦 但是一樣有可能會被燒得很嚴重 現在也是有點偏外面 不過他的金是在這個位置的話 跟石頭交換位置的話 那個分數就很高了 那馬來的分數我覺得是只能給個40分吧 或者10分而已 賊爛 但是還有40分的原因是因為 他的墓區有3塊 還算不錯 這3塊勉強來說是一起可以挖的 那他在封建時代 可能就不會這麼難受一點 至少可以度過到春寶時代 安穩的過應該是沒問題 那就要小心看會不會被封金喔 因為馬來這邊金礦都非常分散 這邊這邊 然後如果這邊插個寶 這裡插個寶這個金被封 然後這裡就是前線很難挖 然後這裡 對如果這邊主金也挖乾的話 那中後期來說這邊爭奪黃金 就是非常重要的位置 因為他的圖真的是偏爛 很容易 城寶時代被壓制 就容易沒有金 就絕子絕村了 就沒得打了 所以要找到外面這個野金喔 好 那就來看兩邊怎麼交戰吧 好 兩邊的村民宿都來到15村 那目前還看不出來兩邊要打什麼 這邊是四木 四木也算是一個蠻正常的開局 那我們這邊加速一下 這邊拚到五木 五木的話就有可能是要打棒棒囉 那看一下會不會五木下均勻喔 好馬來人口來到18P了 好 織布點下去 欸這個 看起來是一個棒棒的節奏 很像 我覺得蠻像棒棒的 會不會按喔 欸沒按捏 判錯了判錯了 這個是一個肉馬開 那他這邊選擇沒有要打棒棒 而是打肉馬 那肉馬 打 孟佳奴的話 其實也算是可以的 但是因為這邊剛剛我們說的 這邊連防起來其實也騷擾太到什麼 所以這邊肉馬應該不會出太多 出了兩三隻就差不多了 然後可能就會按下射箭場 可以轉弓兵或戰矛 所以你看對手也知道他出肉馬了 我對你直接走進去 太狠了 直接被射了十一隻 兩隻還在裡面鬧 但一隻殘血 所以不到一隻半喔 這個肉馬的量 可能要殺一村有點困難 因為村民是會反擊了 來看一下這邊會不會再拖到一刀 唉唷很極限又避開了 哇那這邊會很忙喔 這邊要控肉馬 然後家裡的田還要繼續散 然後這邊挖金被孟加拉看到了 直接搶個陣子喔 能不能砍死一村呢 但是有支部應該是還行 然後家裡的肉馬還在敵方家裡繞 看能不能抓到一些殘血的村民喔 他們這邊繞用一次來找殘血 被野豬撞到殘血的村民 但是為什麼這邊 最後一隻殘血 而且這個殘血也沒殘多少 哇那這孟加拉 打野豬的實力相當狂喔 你看這邊 喇喇已經 殘血的兩三隻了 他居然只有一隻殘血欸 好扯喔 那這邊有個小細節喔 就是 如果你的村民被野豬撞 撞到殘血的話 盡量不要讓他去挖金礦 或是果樹場或拔木 盡量讓他在家裡 PC這邊種田 我們通常都會讓他血掃去種田 避免你把血掃派出去 然後就對面過來 換個一下 砍個幾招 出門就被收掉了 很危險 好那這邊馬來 轉出了戰牢 兵工場 那果然是轉射箭 然後還是想要打個小封箭騷擾 的一個戰術 那兩邊都算是蠻早期就上的了 那目前喔 阿拉伯這張圖 由於改版的關係喔 以前的圖比較好欸 那現在的阿拉伯實在是太難尾了 所以那種什麼棒棒黑跳城 這種戰術已經很稀有了 通常現在阿拉伯打黑跳城 除非是天圖 基本上是不可能打 但天圖機率又是少 是要少 大概20場裡面只會出現一場 大概4個機率 5%機率 比抽SSR還高一點 但是還是很難阿 因為每一場也不一定是支撐比較好 好那來看這邊 有要爆一大堆的工兵嗎 還是只有戰毛存防守呢 看起來是戰毛防守而已 這邊 孟加拉是選擇出工兵 那這個防守選擇是正確的 但是由於馬來按了太多的戰毛喔 這邊孟加拉居然已經按了城堡時代 要來打一個城堡奴兵 變身貪命嗎 那如果要打變身貪命的話 可能這一隻毛兵出來就要出發囉 不然就來不及變身 但只有三隻奴兵好像殺傷你不大 沒妙 他這邊怎麼開始按毛兵啊 怪怪的 這邊應該是有看到 對手在存攻的關係 但也不知道這裡存什麼 先按幾隻戰毛壓壓金 也是正確選擇 好那金礦一擊也研發好了 那確定沒意外的話 就需要打小工 先打工兵 先把工兵科技升上去 然後戰車之後 也是可以吃到這個加成的 所以我覺得孟加拉走 有工兵路線還算不錯 雖然打馬也是可以喔 品種點下去也是一條好漢 也是可以給孟加拉戰車有一點加成的 但我覺得弓箭開局還是更好一點啦 比較全面性的 因為肉馬的話還是太容易被吃掉了 但是這邊也沒有打騎士 沒有補馬就 兩邊都是不補馬就 出騎士 而是兩邊都是出工兵跟戰毛 好那孟加拉已經升完城堡時代 然後點下了二級色跟戰毛兵 那馬蘭 正在點城堡時代 但是他這個城堡時代有加速的 研發滿快的 一級挖金也好了 一級遠防也升了 那這邊就是 剩下孟加拉沒有點一級遠防 但二級木也研發好了 這邊是首先開下TC 這邊要打一個經濟流 不打醬 我就打穩 好那這邊開下了一個TC在金晃位置 確實這個地方該蓋個TC喔 不然會很難守 這邊又是高地喔 這邊高地沒有守好的話 這邊金晃流被鬧爆 蓋個TC就會解決這些問題 不錯 然後附近還有木 就算去挖木也不會太遠 好這個就是經濟運營的一些細節部分 那孟加拉這邊拉了一隊工兵跟戰毛 要來做騷擾 那能不能打到底東西呢 我們加速一下 看這邊能不能打出一些戰果來 好那這邊 唉唷補下第三個TC 然後被抓包 哇死了兩村 我的天 OK那這邊騷擾有到位 但是這邊過來防守 換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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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裡有肉馬在砍 哇他換了兩隻奴兵 但是這隻快要被射死了 唉唷聚集 可以 集個集火 收掉了刺火 那這幾隻兵應該就是追在打而已 兩邊目前都打偏龍喔 這邊應該也是都出來開TC 開石頭這個位置 然後挖石頭挖木 還不錯 算是3TC連防 右邊這邊被追 看到對方的主部隊在這裡 那左邊又繞了一隊想要去燒了 看一下這邊能不能燒到一些東西吧 加速一下 這邊的森綠也燒好了 開始要來 唉唷這邊又收掉一村 我的天 哇馬來前期已經死了蠻多村了 這邊不說村嗎應該沒有空 再忙 我直接走到TC底下 太狠了 四個狠人 但是這邊更狠 直接射光 OK那這邊戰毛來到這裡防護區 但防護區已經哇 快 剩下不多了 然後也剛才TC也被踢射直下 但是這邊戰毛 所以是也還好 不像剛剛那一坨奴兵一樣 直接被收光 這邊奴兵逃過一劫 但是也沒什麼太大意義 到這邊 YES 孟加拉也轉出了一些戰毛筆 然後 彈道學已經開始研發了 那這邊馬來彈道學沒有研發 反倒是先制下了BK跟修道院 那他這邊彈道學會下的比較晚 哇而且他這邊二級伐木怎麼這麼晚生啊 哇這邊開了第四個TC 兩邊打最濃的那種 有人看到對方在濃 自己也想開始濃 沒有要打一個大城堡的概念 那這樣子馬來是不是會有點有優勢啊 因為馬來生時代速度很快 哇兩邊劈農 生時代應該沒問題的話 是馬來先升到帝龍時代的喔 那就要看馬來可不可以升得比較快 然後打出一級 打出一個變身貪名拿到優勢 我們這邊繼續加速一下 兩邊沒有要再開打的意思 這邊戰毛來投一下 走到一村 然後收收 唉唷這邊轉出了戰相啊 這個相 毛相夫 非常的 給戰毛有壓制力喔 出個一隻基本上啊 就下個屁股尿流了 但是馬來的馬的相有點尷尬喔 雖然馬來的馬非常便宜 然後幾塊錢 不用四十幾塊黃金嘛 三幾塊黃金而已 就可以出一隻了 比小公還要便宜 但是他的防禦只能升一個馬鎧 這個靈鎧甲 他的防禦只能升一次 所以就是特別便宜 但是就是特別不耐用 這是便宜美好貨的意思喔 但是也不能這麼說喔 量大就是美 馬來打量大的話還是能打的 就是看取捨的問題 好那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想法 目前看到戰相出來 左邊田又被被弄 那這邊孟甲拉會不會偷村啊 這時候投這個 不投村民 投這個TC 這邊直接選擇一個聯防 把家裡先圍死 圍死之後插下城堡 然後來出戰車 這邊戰車停下來了 然後這邊村民數是104村打 116村馬來目前人口有優勢在 家裡巷子已經被騷擾 但是這邊有一隻 巷夫是不是要被招降了 這邊村民走過來 想來招一下 在這裡在這裡 要來歐姆一下了 歐姆到歐姆到 歐姆在這裡喔 很危險喔 我要投車投出去 這個被招到了 這個被招了 不低嗎 吃我就低喔 哎呀沒低 尷尬 直接被招走 王啦 這個投車爆了 小人太忙了喔 在控別的地方 忙著控圖 沒時間去控前線 這個大象直接白給 沒有關係 這邊要再歐一下嗎 歐第二隻大象 把自己的大象拉回來 再歐一次 哇這次終於自低了 可以可以可以 這個套路可以喔 然後被歐大象歐騎士 你知道你的自己的騎士 跟大象哪一隻被歐的時候 果斷一點滴下去就對了 不然變對手的更傷喔 然後這邊 剛好撐爆猴 唉唷這邊爪出了什麼 爪刀勇士啊 哇直接無情開卡這邊 戰盲 哇這個就是以前的張王海喔 以前的爪刀勇士只要10金 但現在要到15金 超貴的 我記得以前那時候 10金的時候瘋狂爆很爽 非常大量 而且很省 超級省錢 所以這裡馬來只要瘋狂撒田 然後金只要慢慢的花 就搞定了 這邊目前二防也升好了 然後一攻也升了 那目前再升真命技術跟二攻 蠻意外的 居然不是先升三攻喔 已經升到帝王時代兩邊 那目前穆加拉這邊選擇 出戰馬 不是戰馬 這個就是戰車 哇這個戰車遠程攻擊 打這個爪刀還是蠻有用的喔 你看這個爪刀雖然很便宜 但是還是很脆的 這個量不夠多 就很容易倒地了 那為什麼以前 大家都會叫爪刀蟑螂的原因 是因為 它量產速度很快喔 跟蟑螂的孵化速度差不多 就是一幅化就是一普拉庫的那種 所以以前的玩家們都會叫它小強 但現在的小強好像變成CCE了 CCE的寶兵 好這邊設一下設一下 好這邊孟加拉的戰車 給的壓力非常的大 這個戰車馬攻模式還是蠻猛的 哇這邊想要來前線蓋堡 但說不是這個高地 家門口高地引進 我馬來的城堡了 這邊頭車兩盤已經研發好 不是研發好 製造好 好那三級 防禦也開始研發 然後料工技術研發 這邊還點了拇指環 這邊是連戰矛也想要升 所以點拇指環嗎 那拇指環是沒辦法加戰矛的攻擊速度的 只能增加它的準度而已 靜止不動單位的準度而已 好來看一下 拇指環點下去戰矛會不會很給力呢 那確實也是該點一些 戰矛出來喔 打這個孟加拉人 但這個孟加拉他也就是白癡吧 對不對 人家切成近戰模式 戰矛就差一彈了 所以這邊馬來就要考驗戰矛跟 爪刀的一個搭配 能不能搭配的好 或是可以直接留一波進去 爪刀去燒了也不錯 這邊城堡頭 這三台頭死車 巨頭頭這個高頭低的TC 真的頭蠻快的 快要解掉一個TC了 好那家裡這邊 孟加拉拉了20台左右的戰車 後來想要直接騷擾 馬來的經濟 但是感覺是有點有勇無謀喔 這個有太大意義嗎 好像有好像又沒有的感覺 應該是有 只要收春就是有意義 讓對手收春就是賺 這兩邊已經打到非常非常大後期了 OK那這邊孟加拉 安息人戰術也已經點下去了 目前孟加拉比較尷尬的是 她的近戰的能力完全沒有點 馬凱跟進攻都沒有點 所以她現在只能強迫自己 用射射方式去營戰這個戰矛 當然她要直接變近戰來打這個戰矛也是賺的 但現在是在TC底下的 所以她不可能變成近戰模式去打 所以現在還是只能被遠攻 戰矛被打個一波 唉唷這邊變成精銳爪刀勇士了 攻擊力8加4 攻擊力全滿 防禦也全滿了 這個防禦全滿是防禦5 好來打這個 把這邊殺 殺人還是蠻快的這個爪刀 很大一坨 然後這邊 戰車遇到城堡 尷尬 然後戰矛這邊礦不過來 戰矛來吃這邊的孟加拉寶兵 好賺 賺爛了賺爛了 瞞不過來瞞不過來 這邊前線也在砍 要來硬砍這邊的巨型投死機 右邊由於沒有空全部送光了 而且戰矛基本上是大贏 左邊這個城堡也輸出了蠻多的傷害 這邊巨型投死車被打爆了一台 但城堡的血量有點尷尬 爆了 完了 果然三台巨型投死機 就能解決一個城堡 只要有問題以後就出三台巨頭 就沒問題了 就跟C4一樣好用 好 那這邊 快繼續轉出更大量爪刀 爪刀勇士繼續爆 繼續爆 戰矛也繼續按 OK 爪刀勇士直接來硬砍這邊的孟加拉戰車 嗚 這砍的速度很快啊 哇 嗚 那個血量瞬間消失 真不愧是那個男人 拿出第二把刀的時候 所有的戰車都要倒下 太刑爆了 哇 但是這個遠投應該是抽不掉了 這邊要三台才夠 而且這邊是第一打高 所以傷害不是那麼的漂亮 直接換不掉 可惜了 哇 你看這個爪刀的升級生產速度 大概四秒左右 其實非常快啊這個速度 非常非常快 哇 這邊大量戰矛 去營救家裡的 終於走過來了 走了七七四十九天 終於到了前線戰場 四十五隻戰矛 哇 靠 有點多啊 好 但是這邊現在遠投是讓不夠 趕快來鋪一點 唉唷 但這邊按了十個馬就出來啊 那這邊下了決心要出大象了嗎 還是攻城戰象而已呢 那應該是會出個什麼肉碼之類的 因為他畢竟沒有黃金了 完全斷金 黃金 GOLD ZERO 但是馬來這邊是二四人在挖金喔 哇 這個金礦差距有點大 馬來目前礦圖跟金進資源掌握得比較好 那這邊確定是要出肉碼 肉碼的話現在是沒有攻防 只有一防而已 攻擊是零 七加里很慘 那防禦還是要先點 防禦趕快先點 點到三防才會比較有用處 好那這邊看到肉碼過來 要打嗎 雖然這個打肉碼也是能打得贏 但是會有點虧喔 後面有一些戰車在輸出 還是拉回來 跟大家的部隊會合 戰矛雖然打這個青騎兵 不是非常的痛 但是因為 戰車目前還沒有三防喔 所以打這個青騎兵其實還是蠻痛的 但這邊 大家看到對手 戰矛一直往前 戰車不敢往前 怕被這些這麼一頭爛 只能被迫往後 肉碼也只能跟著一隻後退 哇那大量的蟑螂 只是蟑螂馬來的爪刀 勇士 淹了上來 哇這個數量看起來也是很像蟑螂啦 有點像我家那種 小蟑螂輸出來的感覺 好的 我們不要講太多 絕對遊戲 好那這邊 十個馬就被壓在這裡 要不要這邊蓋個寶啊 還有石頭 蓋個寶 這個十個馬就被封印了 哇這邊 砍很快 這個劍骨 血掉超快的 哇我的天 哇血量很快 500 400 300 200 100 哇 升一把的失敵的時候 突然停下來 原來這邊我親一片來救 哇這個拆箭是不是還是很狂的喔 正代體馬來的單位 這隻只要0.5人頭 所以他還可以出這麼多隻 好那這邊馬來 確定把這些戰矛 直接走到城堡底下 硬頭這邊戰車 這個城堡的傷害還是蠻高的喔 射戰矛兵還是有傷害在的 還是不能太狂 狂過頭不太好 好這邊挖金的人再度回來挖金 然後戰車又回到現場 但是這邊現場就算回去了 但意義不大 因為這邊出兵點已經被壓了 像這邊清奇兵出來就是在送頭 但是不出來的話又打不移 其實快要被封鎖 怎麼辦 空家二的金只剩下300 肉剩下一個81 命運田比馬來多20片田左右 但是卻沒辦法爆出大量清奇兵 完蛋 前線這邊想要來偷這個城堡 但沒偷到 哇很忙很忙 兩邊雙線在進攻 我們先看主戰場這邊 好那孟加拉東受不了 切成戰車近戰模式 上來硬砍這些戰矛 效果還不錯 連比近戰打戰矛就不錯 而且變成近戰的話 馬來的戰矛兵 打這個戰車的傷害 就幾乎是歸一點的傷害了 那這邊馬來已經 開始轉出了一些級兵喔 因為看到對手出大量的清奇兵 出點級兵來 康特也是不錯的 而且這邊衝車是戰象 戰象遇到級兵 也是會有的傷害 所以這邊 哇很帥線 擠出這些級兵 我覺得算是 轉兵轉得相當好 這邊有點在送兵了 哇這邊直接把戰車給插爛了 哇這邊大隊的戰車直接沒了 好家裡也被淹了過去 這個戰車是不是能守不住了呢 這看起來沒料了 沒了 這看起來真的是沒了 這看起來真的是沒了 好 夢賈娜的經濟 你已經要跪領了 馬來這邊 果然要來這邊壓一個寶了 對這裡確實壓一個寶比較好 可以封鎖所有的軍事建築 非常的舒服 好夢賈娜這邊 要來防下自己的城堡 OK進戰模式 上去開砍 砍得速度非常快 但是能守住嗎 呦呦應該可以 欸欸欸欸 他沒有 呦呦差一刀 好還能讓我去補那一刀 不然那個要投死投出去了 這城堡是有可能會掉的 好 那這邊又大量的爪刀淹了上來 綽綽也過來 戰車的量還是很少 只剩12台 他自己的木頭也很缺的關係 現在左右分兵 現在對孟加拉來說非常不利 爪刀也直接 咿咿咿咿咿過來 來殺這邊伐木區的村民 哇 好大量大前期時間啊 怎麼辦 這邊村民少說也被殺了 大概十幾村 村民宿差距應該也不是重點喔 因為 現在是要拚軍事走人口的時候 經濟支援誰存得多誰就有優勢 可以把更多人口低調 轉成軍事單位 這邊想要繞一些青騎兵進來騷擾 但是家裡的城堡都防守非常好 所以馬來家裡已經是天衣無縫了 你們看這城堡的位置 全部相連在一起 青騎兵一進來一兩隻的話 通常就蒸發掉了 如果真的要騷擾 要派個二三十隻喔 才會有效果 好那這邊 右邊的 疾兵跟爪刀勇士被解掉了 那這邊馬來決定 心意狠 來直接all in左邊的主戰場 左邊主戰場戰車切換成近戰模式 要來做一個輸出 那跟這些青騎兵一起輸出 但是有點困難 好 硬切近戰的關係 是因為這邊戰毛的量有點多 他越開啟遠攻武士的話 戰毛這個屬性攻擊 我外長海還是非常重的 好那這邊又撈了一些兵 要來支援這邊蓋城堡 哇這城堡蓋好這個石頭被封 還能打嗎 完了 這塊金礦他也挖不到 在前線 完了 鐵金也挖完了 瘟加拉 完全斷金 只能靠遺跡過生火了 生火已經快要無法治理 怎麼辦 要剩下這邊一個城堡 再跟這些木區 但意義不大 這個木區也不是防守的要地了 這邊確實喔 右邊這邊的農田更大 更要防守這塊區域 這塊區域是他最核心的地區 左邊反而是馬來 有點想要硬拆他的軍事出兵單位的地方關係喔 所以一直把兵往這裡送 好在這邊騷擾非常好 站喔 直接一個按D 住手 原地 然後可以來偷襲這邊的挖把木村民 可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啊 就趕快來種田 好再阿又繞了一隊爪刀進去 看來沒問題了 要來搞定 孟加拉了 這一隊進去可能會很傷 但是爪刀還是很怕攻兵的 這個被TC跟戰車射個幾下 還是射到頭破血流 好兩台巨頭 喔三台 沒錯巨頭就是要出三台 高端都知道 三台直接傷 那這個百分之百修不起來 四一帝國有句諺語 三巨頭怎麼輸 我聽起來像毒奶 好啦這是我自己編的 幹嗎幹嗎 好 那家裡的爪刀 確實也被弓箭模式的戰車給解掉了 這個爪刀一直這樣送也不是辦法 雖然很便宜喔 黃金還有一千庫存 但是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不會想要一直打爪刀 我覺得打個免費雙手劍兵也蠻香的 對不對 不用那個黃金 還有雙手劍兵的傷害 哇這邊村民被抓太多了吧 哇這邊村民被砍一刀十滴多 四刀就可以要一隻村民的命了 爪刀勇士還是很兇的 真不會是四季帝國8加9最佳代表 最弱的防禦 攻擊力還不錯的8加9 人多四重 叫兄弟來就對了 哇 31隻 硬A上去 我才管他有沒有箭矢 有沒有慶忌 沒有慶忌 沒關係 直接碰上去就對了 對啊孟家老上面慶忌 沒有虎槍兵 那沒救 沒關係啊戰車加9 這一側這一側 但是遇到戰馬就很痛苦 遇到戰馬我還是要硬牽 一千上來的話 爪刀跟疾兵又上來 怎麼辦 哇這邊大決戰 能不能砍贏啊 有點尷尬 但是馬來的兵比較多 戰車這邊送光 就沒機會了 哎呀這邊四台巨頭開始輸出 完了涼了 這邊看起來 兩邊不分上下 實際上是 孟家這邊經濟大爆炸 看來是 唉唷這邊還不錯 解掉兩台巨頭 可以解到第三台嗎 好像可以喔 第三台巨頭也解掉 第四台能可以嗎 看來有點困難 但是這邊孟家打錯GG 哇 後面這個大決戰太刺激了 全部碾了上來 這個擊兵 擊解的也真是不錯 全部的兵都往這裡送 打得非常兇喔 這一波 那確實這一波切近戰 戰狼也全部送光了 然後擊兵跟爪刀也死得差不多 那這一波我覺得孟家拉也算是打得不錯 只是沒辦法 爪刀勇士還是比較凶狠 量太多 而且都便宜 一直續戰 對 量多起來還是挺麻煩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數據的部分 數據的部分 來看一下我們的經濟 那這邊經濟的話 馬來實務都是領先的 當然也只領先一點點 因為孟家拉也不是神流的燈 他的資源掌控還是蠻不錯 只是這邊黃金真的是被控沒辦法 被控的話金礦量會是正常的 好那其他地方好像就蠻正常的了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請請請先來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